在广袤的蒙古大草原上 这些牧场为游牧的生活提供了饲料 它仍然是这个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 然而这里也有相当大的森林 森林面积占辽阔的蒙古国土面积的12% 有时它们隐藏在山脊两侧不那么明显 但它们仍然对蒙古人民和野生动物的生存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云特克斯去巡视和保护这些森林了 这是它的日常职责之一 在蒙古北部 那里的草原被西伯利亚真叶森林所取代 它是森林用户组的一位护林员 欧云特克斯巡视方圆30平方公里的落叶松和化木林 负责监察非法砍伐树林和预防森林火灾 它还核查森林活动是否按照计划实施 它觉得这是一个它可以做的很小的工作来改变这里 它的任务是这个试点项目的一部分 这个项目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蒙古人 如何与他们的森林相处的方式 蒙古拥有约18万8千平方公里的林地面积 但是因为蒙古经济的发展 导致了森林面积的缩减 对木材的强大需求 人为的火灾 采矿业和过度的放牧 减少了森林的覆盖面积 在20世纪90年代 每年有多达400平方公里的森林消失 但事情正通过像巴扎狗这样的人的努力 发生着变化 它的家庭依靠几百只绵羊 山羊和马为生 直到最近它才能做一些事情 而不再是眼睁睁地看着外来人 挖走他们的山谷资源 现在巴扎狗在保护森林中 发挥着主导作用 巴扎狗担当了森林用户组的主席 该用户组由普通公民组成 监督着林地资源的使用 今天 它的小组正在从森林当中清除枯死的树木 它们的小组是15个这样的试点组之一 它们建立在蒙古的五个不同的省里 新方案的第一阶段 是由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支持的 由荷兰政府提供资金资助 通过这种参与式的森林管理计划 那些生活和森林息息相关的人群 可以亲自使用和管理森林 这是一个建立信任的逐步努力的过程 并且应该为当地人提供他们需要的工具 用户组的成员接受了森林评估 测绘 规划管理 防火和森林产品的营销 等方面的培训 然后他们制定了自己的计划 并付诸实施 该项目已使得L-Tom Sumber的小组 对他们与森林的关系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了些人的房子 上一并结束发生了 很多人的经典 因此在这里 算了些人呢 有了一种 opt什么 也不得太乎 在里面用离到 我有一个当地人发生了 在《庄稠》里面对我 去里面用离到 那些项目兜 有人在这里 会让人们 被 而且这使得它们的社区意识 延伸到了森林深处 农村社区也能够开发 新的收入的来源 通过销售这些 可以作为建筑材料 或者柴火的枯木 以及在当地市场上 销售非木材产品 如松子和姜果等 Bajago正在与该区域的地方长官 签署买卖1500立方米的 冬用柴火的合同 这个经济合作伙伴的关系 将造福于双方 我们在那里的招牧场中 这些人都在这里 我们在第一种行为 有三种大学的 有两种行为 如果有三种行为 我们会的一些 有种感受到的 我们会参与同性的 在一种大学的 很多人都在 在这种行为 有种感受到的 该方案的实验阶段已经接近尾声 下一步是向全国推广 从现有的组扩大覆盖到全国所有的森林地区 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涉及制定政策和在国家层面 为林地资源的保护而改善法律框架 但是这个推广工作已经非正式地展开了 因为一些小组成员 已经开始与其他的刚启动项目的牧民们 分享了他们的成功经验 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你会看到这种交易 在地区中的职业 没有什么好处以来 跟其他人的职业 这是最好的方法 你能够通过的知识 这已经在处置了 我认为我们的航班业业业业 在工作和我们的职业 都很高兴认为这种姿势 保护工作呈现出好转的迹象 在一些森林退化的地区 森林开始再生 新生的落叶松稳步地向山坡蔓延 在项目区 牧民觉得他们不再需要 依赖外界的力量 来保护他们的环境 和他们的生计 他们在这里 在方面 洪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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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他 并平衡 他们说,我们之前看到这种森林的森林的森林 我们只做了一些森林的森林 当时我们需要森林的森林 现在他们知道这森林林的森林 这森林的森林 他们也说这个森林的森林 这个森林的森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